今天是甘霖我人生第一次參加潛水的課程 我们从桃园一路开车到台中的潛水旅馆上课 虽然我会游泳 但是对于潛水的活动非常陌生 但还好在课程一开始的时候 教练有给我很好的心理建设跟课程完整的说明 这倒是让我安心了不少 初阶的潛水课程从装备介绍 装备赌装到装备运用 教练都细部的讲解很清楚 因为潛水活动装备的赌装跟安全性 关系到自己的安全哦 有一点点游泳底子的我 经过教练提醒你挖鞋踢动方式 看哦 这是我第一次踢挖鞋 是我天分太好还是教练教的好呢 在实际做潛水活动背上装备之前 最重要的是教练会先帮学生做水性的评估 这个部分对于比如学生的水性状态 或是面镜的穿戴正确性 还有挖鞋正确的踢动练习 在潛水之前是非常重要的技巧学习过程哦 教练在示范水下无面镜呼吸 这个时候轮到我了 想不到捧场没什么在水里面 憋气的经验在教练的指导下 居然轻松的完成了 潜水员很多时候靠的是呼吸 来调整自己的中性浮力 大口呼吸让背部充满空气 身体自然上升 大口吐气身体自然下降的经验 好特别哦 好特别啊 好特别啊 太逆时了 我觉得我觉得会游游的游游 可是这样会有这种太逆时的感觉 太好高 这下期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我是觉得 就能重满胀 然后就是会吓一声 然后就是会下一次想去 或者是会踩鸭的东西 看想怎樣 真的挑戰自己 我覺得可能要做事情是可能 好好的挑戰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是 對這個深度有點小小恐懼 或者是 我不常有那麼深的 就會開始很厚 好那你發生了 教訓很猛烈 然後把他下面再對一個 對他 拿到最多到多少 好嗎 好像還沒到 迷迷嗎 嘿嘿嘿 我覺得我要再加油 再加油 這次參加的是網路看到 潮海自信的Cartic城 教練活動影片花絮 拍得很逗趣很吸引我 剛好之前也有朋友也是 給這位Elmo教練上課 所以我就直接報名來參加啦 第一次潛水 很好玩 剛剛我們第一次 我們有挑戰兩次 第一次下去就有點緊張 然後 我覺得就沒有表現很好 然後第二次就有到十米 第一次到四五米 五米 然後第二次就有到十米 就是下去跟Elmo相合照 我有看到我媽坐在床邊 是跟她打招呼 就是蠻好玩的 就是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雖然我有點小小的 就是對一個空間感 也很不太適應 但我相信我再多試幾次會更好 是有很多小的 高少年 不太用 那的地方 和尋托 一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平靜水域的課程結束後 我心裡忽然放鬆了許多 原來學習潛水沒有我想像中的困難 好 今天我自己去扣 好 直接開 我們放鬆 這邊哪邊要先放鬆 放鬆之後直接開 放鬆 打開 然後脫的時候這樣可以 因為我們還在進去 所以我們左手先出來 都行 這動作是叫做 底下的裝備 這動作有什麼意義 是它不一定有什麼問題 它是說我們想像 就是 就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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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沒有 但我快點 好看我做一次 高貝 就這樣做 就這樣做 那就好 還需要感謝通靡乳我 能找到這位教練 他上课很认真 虽然有一点量的胸 但是其实是为了随身能学到更扎实的技巧 将来我也要像教练一样 畅游海洋中 当一只架杠的美人鱼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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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拭目以待 最后在上岸的时候 因为装备泡了水 变得有点重 但是我相信我是可以的 一般女生的力气也是背得动的哦 上来后 除了再下去之前的装备组装 当然上来也要学习把装备拆开清洁好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